快快快 要的我也快走也 陈 陈欣 这 怎么了这是 这 怎么回事 去找 我说不要我了 陈 陈欣 你 你哥哥这样对你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家 这个 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这个 其实 我跟你说的 我是个孤儿 从小就被青森放过 就长大只堆 是一个好型的 爷爷捡到我 救了个人 可是后来 他也把我给丢了 是现在的养父母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我是他母亲的亲生儿子 就是不管他比我怎样 也很难 你的养父母把你捡回来 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他们是个大善人 可是 可是怎么就生了 这么一个恶毒的儿子呢 其实挺不坏的 从小 他虽然欺负了 但是 绝对小朋友欺负了 对了 对了 陈欣 你不是说 你的养父母 不会生育吗 那 那你哥哥 又是怎么来的呀 会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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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我以后会去调查的 陈欣 陈欣 那 那你亲生母亲呢 那 那你爸爸呢 那个秋天 不要 风那么缠绵 就是他把我低调 让我想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你妈妈死了呀 就在那美丽风景 相伴的地方 其实 他们骗你的身心 你妈妈没有死 是你妈妈 让我来看你的 她说 她很想你 为什么不信呢 那 那你恨他们吗 不要离开 那你一定很想他们吗 陈欣 你也没有爷爷奶奶这些 那 现在 在医院住的是 还会有什么 黄色 我想要紧紧 转入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 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 陈欣 你刚才说 是一个时光的爷爷把你捡回来 可是 她为什么又把你丢了呢 因为她是靠时光为生的 平时捡拿起来 为什么 她 她没有钱 她没有养大 没有 唉 你 你这个 又被亲生父母丢弃 又被好心人救起后 又把你丢了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 是我现在这个养父母把我捡到 这么久 其实 后来没想到 就算了 就算了 我把你丢了 就算了 我把你丢了 我把你丢了 你丢了 这些 这些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这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啊 咱们 不也打算了 我把你丢了 想起来 我担心 和你当心 你担心 对steo 我的天啊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不会的 陈欣 你这么漂亮 这么懂事 一定会有很多人爱你的 陈欣 这么多年呢 你都没有亲生父母的消息吗 那你想他们吗 那你在梦里和他们说什么 你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 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陈欣 我会把你的事情都发在网上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听爸爸妈妈说呀 现在就是特别想爸爸妈妈是吗 那如果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呢 那如果他们看到视频知道你很想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不来见你了 那就这也不想他们了 这也不想他们了 没事陈欣 从今天开始 我祝你的哥哥好不好 我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照顾 我永远也不会丢下你的 真的吗 我会把你打开 那我这也没关系